百億鋪王鄧成波家人發聲明 說鄧成波昨天下午在家人的陪伴客 在養和醫院離世 享年88歲 鄧成波一直奉行高尖遠足 刻苦勤劍 審時度勢 隨機應變的處世和營商哲學 重情義、講信用、深受敬重 家人將會秉承其為之 同心合力發展家族業務 並且為國家、為社會積極貢獻 有關喪禮的安排詳情 家人將會適時公佈 在去年年中疫情嚴峻時 鄧成波亦難敵逆市 塞赤兼捲入前債官司 急顧鋪位及舊樓地盤多達11項物業 套現大概17億 他在3月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說 疫情百年不如 貿戰、暴亂及新冠肺炎三重擊 最壞的事情連接發生 但他們都勇於應對 賣走部分物業紓困 力真谷底反彈 博叔對他的小兒子鄧耀星外匯有加 更加建議口望 說Stan做開大型基金 團隊中有學士亦有博士 學力無得騙人 又讚Stan不已不走 做事非常勤力認真 給他九十幾分 剩下的分數鼓勵他繼續進步 禍字幕來自拍攝